Hello,大家好,我是Jill,欢迎来到我的家居生活频道。 今天的话题是如何布置卧室,顺带带大家参观我家主卧,希望你能从中得到启发。 卧室是一天忙碌后放松休息的地方。 我家的卧室气氛是宁静天然的,物品的材质动用暖色调的木头和自然的棉麻。 色彩以白、灰、米色为主,伴有少量深蓝色和黄色。 风格混搭不一,竟用近年流行的Rostick Industrial又夹杂了传统美式、民族风以及佛系的感觉。 物品也是有新有旧。 宁静门最显眼的是用再生木制成的大床。 灰黑色的金属框架和细节增添了我和老公都很喜欢的工业气息。 床尾带两个抽屉,方便存放多余的床具。 床品材料以天然的棉麻为主,无图案或简单图案,以创造宁静的气氛。 说到床品,再顺带提一下窗帘。 窗帘是白色棉纱,有细微的横条设计。 一个小技巧是,床品和窗帘占的空间总面积很大一部分,最不容易出错的做法是选择颜色图案单一的款式。 另外之前分享过窗帘选购技巧,大家可以通过描述栏或点击上面的链接查看。 床头柜特意选了和床不同的一套,色泽近似,而又有细节上的差异。 优点是台面很大,储存空间也很大,而且自带多个电源接口,无需再配接线板。 一个小技巧和大家分享是,床头的把手和床架都是灰黑色的,这样的协调统一。 所以即便物品款式不完全相同,但金属配件选择一致,看起来也会很协调。 台灯的支架和底座都是暖色的石木,和床以及床头柜融为一体。 灯罩是麻痣的,能让透出的光线显得温和。 床头柜的布置是很能体现个人风格的。 我这边有一块蓝白色的蜡染来自于家乡,是妈妈给的礼物。 它既有纪念意义,又引入了深蓝色的Axon Color。 墨置底座的无框相框是外婆的照片。 二手垫的日本Vintage Bowl是全手绘的,用来放戒指一类小物件。 棕榈树则是家乡常见的植物,所以照片能让我想起我成长的地方。 老公这边最显眼的枯树照片是我们婚后第一次旅行中拍到的,很有纪念意义。 枯树的造型很有阳刚气息。 带陶瓷大象把手的深色木盒是妈妈给的,用来放老公的零碎东西。 宝宝的相框是深蓝色和白色相间的,照片选择了构图简单的黑白照片,这样不会和图案用相对复杂的相框起冲突。 床头柜前各有一块地毯,漂白过的藤边,穿插着几何银线,光脚踩非常舒服。 一个小技巧是除了使用两块小地毯的方法外,卧室常见的是用一块覆盖于床中部到尾部的大地毯。 大地毯一气呵成,小地毯价格便宜,各有优点。 另外一个小技巧是,如果想增加房间的texture,可以通过地毯、毯子、窗帘、靠垫以及其他纺织品来进行。 床的斜对面是读书脚,这里的主角是二十多年前北卡造的一把老椅子,包部已经退了色,但骨架还完好,跟随我们搬了很多次家。 椅背上是外婆留下来的合适风格的棉布,一遮挡的污渍又引入了深蓝色。 再放置一个枕头,一个宜家的小羊羔皮,显得舒适温暖。 因为角落很小,照明使用了闭灯,节约了宝贵的空间。 另外一边的墙上是我在旧货店淘到的Vintage Mirror。 它造型独特,所用的石木圆润且色泽温暖,和床以及床头柜的颜色呼应。 椅子旁边的圆灯就是在我的户外休闲区装饰视频里出镜过的,不但能在户外使用,也适合室内的小角落,而且白色非常百搭。 忙碌一天后在这里看书放松是很惬意的享受。 一个小技巧跟大家分享是,小空间可以使用B灯来节约空间。 电视是卧室里唯一的电器,为了遮挡电线和机顶盒,我使用了Burlap Court Cover,画框以及皮箱。 Court Cover和墙色融为一体,不易被察觉。 古董皮箱是曾祖父的遗物。 皮箱上是玛蒂斯的蓝色裸体,再一次在空间里带入了蓝色。 旁边的绿纸给空间增添了几分升气。 一个小技巧是,大家可以使用Court Cover和已有的物品,比如画框来遮挡电线。 另外一个小技巧是,不要忘记在你的空间里放上一些绿色植物哦。 好了,这就是我们家混搭风格的主卧布式。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希望它对你有所启发。 不要忘记订阅和点赞哦,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